這次的主題是懷舊之旅 所以我們精選了五個懷舊景點 要大家大家回味童年喔 那我們第一個景點就是在 榮挺雜貨店 這邊有兩棟建築 一個是比較復古風格 就在我們後面 另外一個是比較現代網美風格 可以拍照打卡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來去看看 復古風格裡面有什麼吧 走 現在能用的很少了 這一千五而已耶 我想買 旧物森典裡面超多這個 對啊 可是它都是長式用不能打 那我跟妳說是哪一個夾 夾比較好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就是隨意 欸還有這個耶 可樂造型的軟糖 小時候也會吃這個耶 對啊 然後它撕開然後這樣吃 嗯 剪刀石頭布 好我我先 妳就輸了 剪中間都會先 現在好離手喔 這樣好離手 啊我輸了 剪中間都會先 我剛剛思考太久了 我輸了耶 欸 怎麼會有這一點 我會 我沒有想到我會贏 我輸了 喔對我先贏了 對你先贏了啊 喔喔喔 龍丁雜貨店除了來拍照走走之外 不僅適合全家大小 也很適合帶著毛小孩一起來喔 戶外的放大版遊戲區 絕對可以讓孩子們充分的放電 不知道要去哪裡玩嗎 那就來龍丁雜貨店吧 剛剛帶妳去看了一些古早味的小東西 我現在帶妳去看一個 更古早味的 甘馬店 甘馬店 甘馬店聽起來就超厲害的耶 嗯 因為它除了 小零食之外 有一些古早味的味道 它還有很多 充滿回憶的古意 是可以玩的那一種嗎 有可以玩的 那我們就趕快去吧 好 哇 欸 這個真的會抽嗎 有啊 欸還有這個耶 戳戳樂 這是妳小時候要超有錢才可以買 然後就是一次抽一個這樣 對 還有這個紅包 啊這個就是上大材油的嗎 好對啊 都有耶 好棒也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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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在這裡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小時候一定玩過的太空氣球 好 有比賽的限制嗎 有 我們在30秒妹 誰吹的最大就贏了 真的嗎 欸我超不會吹這個的耶 可以練習嗎 先練習 你感覺很厲害耶 我沒有 你感覺先練習 等一下 我們在這裡就 童年離我太遙遠了 好其實我真的不會 好預備唄 開始 欸欸 破洞了 是嗎 嚇死我 等一下 等一下再給我一次機會 對 啊我輸了嗎 再給我10秒 再給我10秒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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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摔摔 也在笑 啊你贏了 你童年過得很好耶 我小時候超常玩的 我贏了 我第一次玩 好我們去逛旁邊吧 旁邊有一個古物 都是古物的店 好 走 旁邊這邊都是一些古董 就是賣一些古董東西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吧 很多很酷的東西耶 很多很酷的東西耶 都是一些真的 真古董 我沒有看過這個 這是超古老的 不是古老 這是很酒 超級酒的汽水 它比我們知道的沙士還有酒 我覺得這裡是五六年級生 來這裡都很有感覺 不只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更年長的朋友們 也可以過來這裡找 一小時後滾 這裡除了有很多古董可以看之外 還有蛇板可以體驗喔 我沒玩過 我也沒玩過 好那我們去玩看看 好 這好可怕喔 那妳試上去看看我幫妳 我不會 喔天啊 這好可怕喔 所以妳很有慧根 我們要站在板子的正中央 蛤 站在板子的正中央 不會玩蛇板只能玩這個 我會這樣看起來也很假 我會這樣看起來也很假 熱蘭遮層甘麻醬 除了餅乾零食之外 還有各種古物 像是大同寶寶 這些在我們回憶裡 都出現過的東西 趕快來這裡 找回妳小時候的回憶吧 對啊 那很酷 感覺很滑 了吧 那妳來 crazy 有米嘻 其實很印象要吃 沒有華供妍的 也是一 spo 就是蘭遮層傷疤 他們有秘密思佐 嗨 老闆 你好 欢迎来 可以麻烦老闆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间店吗 好 我们其实Report Antique它主要的话 我们是收集来自英国的古董 然后还有小部分来自可能欧洲其他地方 比如说像是法国啦 然后或是美国来的古董 那这些古董的话 其实我们跟一般外面你听到的古董店可能不太一样 一般的认知上的古董店 他可能会觉得说 来到一些那种很脏脏旧旧的那种小店 可是我们要给客人的那种感觉 让他觉得说我们店是非常的干净明亮 然后很整齐的 跟人家一般的那种古董店的那种印象不太一样 那我们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亲自飞到欧洲啦 英国或甚至是美国当地 然后一个一个去各地的古董市集 或是古董店 然后慢慢经理好细选 然后带回来台湾的 那像你们会怎么选那些品项啊 这个其实就非常靠我们自己的专业跟眼光 因为每一件古董 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背景 然后我变成说 我们要了解它的故事 了解它的功用 然后甚至我们不懂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做功课 或甚至像跟一些比如像是古董商啊 或是一些卖家跟他做请教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开这样的古董店啊 其实我本身很喜欢历史 然后我从小就喜欢一些可能欧洲的历史啊 或是一些跟可能中国古代历史有关的 所以是自己的兴趣然后开了这间店 对对对 哦没有没有 它有值得的 其实我想买 但是鸭子感 这般火台就长吧 你看这个是现在的火台 是现在的火台 是现在的火台 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 买了啦 那个安延早期的这种大型的刷厂 他们就是 像这个印刷块的话 其实算是我们店里非常热销的一个 新的这种小股东 因为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因为它毕竟它第一它的单价不高 而且它的就是变化性也非常多 这种印刷块 这其实从 英国早期大概可能1900年 然后1930年 然后一直都留存下来 这都是早期的 铜版的印刷块 然后下面这个是木头的 上面是金属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一个雕出来的 对对对 他们都是早期那种手工 然后呢 都去把它雕出来 然后再去做一个一个印刷 然后他们它会把它存放在像这种 这我们就是那种签字柜 然后就它会其实会 平常的话是平放的 嗯 一个一个放在里面 然后你想要用的话 或者你就是把它拉出来 再找你需要的图案或者是纹丝这样子 嗯 好特别喔 对啊 它图案很多种 它有比如说有动物啦 那是甚至有太阳啦 都有 所以我专门的人他们会去收集这些图案 因为现在其实蛮流行 收藏自己的小本子 然后可能自己做一些小卡 自己收集 然后它就可以用这种印章 然后自己盖自己喜欢的图案 手杖的那一种 对对对类似那种手杖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我们店里的一台非常老的收音机 它来自1897年美国 那它已经有差不多123岁的历史了 可是它整个看起来保养得很好耶 对那因为像这种早期机械式的这种收音机的话 你只要维护保养得很好 它其实可以非常的耐用 就不是电子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 可以啊 那我可以解释一下上面的这些数字 它上面数字其实代表是金额 那时候最大的就是美金的一块钱 那因为那时候一块钱 其实在当时的币值非常大 你可以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时候一台车子可能就差不多 可能只要三四十块 你可以买一台豪华的房车 那所以我变成说我只要按上面的金额的话 它其实这会有个小牌子 它会跳起来 我按多少我这边自己看得到 然后客人那边在对面 他也可以看得到 对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可能要结账个一块五 那我就是 那下面的这个几零钱托盘 就会跳出来 然后客人会知道说 这上面有多少钱 就很像那种现在结账的萤幕这样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最早最早的POSE机 那这一台看起来很重耶 非常重 因为它完全都金属打造的 然后它里面大概 就是里面有复杂的一些机器的机关 它总共大概有三十多公斤 所以而且它里面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 就是说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精致的防盗器 它里面有个基础器 你只要把这个盖子打开一次 它自己基础器它就会加一 一百多年前就知道防盗 对对对 因为很怕人家去动手脚 而且说实在你三十多公斤 你如果说一般的 一般的小偷你如果说要搬的话 可我看它也扛不了太远 搬不动太重了 对搬不动非常重 对对 那是不是店里面还有其他很特别的小东西呢 当然有 我慢慢跟你介绍 好 那我去吧 这种就是单筒的防盗 它上面是 背包 它一样都是发工手 然后像这个的话 这个都是背包装 然后另外我会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剪刀 一般在外面看不到 这个话我们就叫做竹剪 竹剪 是剪蜡烛的那种竹剪 对 它其实就是早期拿来 就是把蜡烛的灯芯把它剪掉 对他们来说你用嘴巴吹 他们其实是非常觉得你非常的 不优雅 对不优雅无力的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特殊设计 有个凹槽 你剪掉的一个那个残渣 它会直接做落在凹槽里面 它不会随地的掉了 不会不会 这样就不够优雅了 他们会做了很多东西来达到优雅这个目的 是 没错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店里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古董的流声器 其实像这种流声器等级最高 它其实就是整个喇叭是用木头去刻出来 做一体成型去做出来的 对像这种的话大部分其实都是像是金门博馆 他们会常常这种的对着喇叭的那种流声器这样子 那它这种木头喇叭很难去做保存跟保养 对 所以现在目前存饰量其实也真的非常的少 所以通常都是懂流声器的人才不去做这种收藏 那可以展示给我们看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因为早期这种都是完全纯手动机器手摇的 这好像我小时候看那种米老鼠然后还是黑白石器的时候的音乐 它是这种音乐大概是1920193年以后 它为什么喇叭要做得那么大 是因为它以前当之都很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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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店里是非常厉害的东西 这一般只有在可能在国外的那些拍卖会 譬如说副笔士啊 或者是家士德上面才能看得到这些东西 像这种这些东西都是早期的纯银器 这种纯银器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欧洲可能100多年前的贵族的那种特别听词罐 或是有钱人家的听词罐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早期 平常他们使用之后 然后平常还会管家那特别人家 要做茶 对 因为银的话它其实会氧化 它的光泽还很漂亮 对 它的功用也不一样 比如说像是这个就是放热水的 然后这个有高的话是放咖啡 然后有矮的放茶 然后有放奶金糖 然后像这个一个波的这个它其实是放垃圾 没有想到是连一个放一个垃圾的都用 这么精致 这么的高级 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定位 是是是没有错 然后这个比较不一样 这个的话是早期纯银的墨水台 它是大概差不多1850年代的170年前 那时候英国的一个教堂他们刚成立 那时候他们一个教宗 他们特别去定制这款墨水台 送给当时教堂里面的主教 这些上面都有名文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网路上查到它的资料 可以看到历史在上面 对对对对 因为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然后我们如何把它的故事 在讲解大家听的名字 喜欢欧式跟英式古董摆设的观众朋友 绝对不能没有来过这里 Rebound Anting除了古董摆设之外 还有各式各样的怀旧小物跟杂货 去看完了欧洲的优雅古董店 那下一个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们今天都是玩一些吃的或是跟玩的 但是我现在要带你用一个来一个用听的 听的对 用听的去感受 走吧 好 请进 哇 这也是卡带 这里是号称是全台唯一的卡带转卖店 像这个都比较新 对啊 卡乐斯新的 像还有Bare Pink Yeah 还有这个 这个好像是因为我做功课 这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出的卡带 等一下可以问看看 好 这个好可爱喔 对啊 这是什么 我觉得卡带很可爱是他们的那个封面 都会做的就是很有特色 这边啊除了刚刚我跟你讲的就是 墙面上这里以外 楼下还有更多 那我们现在去看 好 走 超多收音机 超多收音机 哇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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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比楼上还要精彩 这是爸爸那个年代的 舞曲大帝国 这也是更旧的 对啊 这好像都是比较西方的 泥澡龟 老哥精选 Cat 哦还有一些就是 那是猫啊就是那个电影 那个舞台剧 对舞台剧也有 有称类的耶 称类就是我还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收集这些 这么久的 然后而且歌手很齐耶 张青芳 红色 父母辈的 他们来这里已经很有共鸣 对在这里都会很有回忆耶 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到店长来跟我们小聊一下 两位主持人好 店长你好 那我刚刚其实有注意到就是你们的菜单还蛮特别的 都会有一些小标语 这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主要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柠檬糖前面有一个花样年华 那蚂蚁生乳酪前面会有一个春光炸蟹 其实这些都是电影的名字 这个产品推出是因为我们在四月会办张国龙的纪念活动 张国龙周推出这样的商品 然后也蛮受好评的 所以我们就延续的继续提供给喜欢的朋友 所以你说的那个小雨的部分是电影的台词 就整个很有气氛耶 因为你们店里楼下平常也会放音乐什么的 配上这个整个超有感觉的 我刚刚在逛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想要开一个就是卡带专卖这样子的 其实感上唱片行最早是一个快闪店 它是一个展览 那是我跟其美文创一起合作的一个计划 让艺术的行为是比较日常一点的 那我就提出一个卡带专卖店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是希望进来这五个空间的人 他可以经由看到卡带 而多听到以前的音乐 去让现在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有一个连结 然后这样的过程就像是卡带 它可以倒转的那个概念这样子 你们的卡带就是很多耶 我刚看了然后到底是怎么收集的啊 刚才讲的计划是在2016年 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人在卖卡带的印象中嘛 所以事实上当时我提出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也通过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边找卡带 然后就是很突发令刚去以前老的唱片行 一家一家拜访这样子 然后当然就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行业有一点时间 你就大概会知道说可以去哪边找 那目前台湾版的卡带都是会有人主动跟我们联系 找我们收购或者是直接送给我们这样子 那像有这么多卡带啊 有没有几个是你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的卡带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其实喜欢的都还蛮多啦 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 比较少见一点的 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有发现过卡带的部分 对比较稀有 对那像是说邓丽君这个就是全球花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歌手这样子 天后 然后我只在乎你也算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曲子这样子 那这个我这个在至少都是三十几年以上 你去找这个是花多久是很那个过程 对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回答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要找的可以找得到 对就是说像古物 哦懂懂讲古物就懂了 古书 对或是古董 这个都是机缘啦 OKOK 所以就是说当然可能在收集过程当中会发现 为什么谁的我一直都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你去看一下比如说拍拍摄 你再看这个价格也太下了 所以就是说我不会很特意要去找 就有种随悦的感觉 对对对对 好比如说像这个五月天 好这个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那卡带的部分他们总共有发行三张 都是在古时时期的 嗯 那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发行过卡带 很多五皮来我们店里都会来点播这样子 然后最难找的应该就是周杰伦 那像我也只有只有卡带我没有 没有他的包装这样 嗯 对对 周杰伦竟然有出卡带 我觉得大概出蛮多张的 嗯 周杰伦是2000年出道嘛 五月天是1999年 那时候其实都是主要都是CD 销售 然后会出卡带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歌迷都是学生 卡带的价格至少便宜了一半这样子 对 那周杰伦的价格应该是 应该是这里面是最高的 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是张国龙的 这个香港还有都很喜欢的歌手 包括台湾也是 然后这个是香港版的 是他蛮早期的歌手 我很喜欢他的电影 霸王别姬 对对对对 尤其是重映之后 这两年不断的重映他的 对 所以他的年轻的歌名也变得越来越多 很多大学生来我们这里都是因为先看的电影 然后才知道原来他有唱歌这样 对对对 我以前也是就是 我知道他有唱歌 可是看我妈妈 听着这些歌曲 回忆是不是也跟着出现了呢 感商唱片行 除了有充满回忆的卡带之外 也有不少新的卡带喔 怀旧之旅 带观众朋友们 去了不同复古古古早味的地方 赶快加入我们 一起来寻找你的回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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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